我們應該就是第一個全程畫一個圖 可是如果畫在這裡的話 如果畫一個的話 感覺好像如果要把它全部畫出來 我們可以先做出一個 特別重要一個的話其實非常簡單 程式就是主要是利用那個 add char2這個方法 什麼圖放哪裡 寬跟高多少 後面加一個.slate 然後它就幫我畫出這個圖了 後面的話才是去變更它的什麼 包含它的來源跟它的上面的title 所以其實主要 如果你大概什麼都不改的話 其實甚至就是add char2跟一個sense source data 其他的這些假如沒有標題的話 甚至程式就主要這兩行 這個底下是標題部分跟那個legend 那第二個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怎麼樣 我可以做出全省的話 全省的話其實就是把什麼 把上面的程式拿來做批次修改 那修改的部分的話 就是加了幾個地方 甚至我在那個雲端上面 我有把它用那個顏色稍微標註一下 反正就是加個批次嘛 然後呢決定它的那個 下一個儲存格的坐標位置 所以產生一個k 當然這個k是我自己想出來的簡單方法 當然如果你有別的方法 反正呢 你只要將來主要是能夠怎麼樣 抓到你下一個儲存格的位置 這個變數值的話 那其實都可以啦 那如果可以想想看有沒有更簡單的話 如果有的話再告訴我一下 我想這個方法 k這個方法應該算夠簡單的 我還蠻常用這樣的方法 來做我的程式 所以你會發現我的程式裡面蠻多的一個k k的話有點像穿針引線的這個角色 再來的話呢 sauce data 另外它的相關資料 所以這個改完之後的話 我把它跑出來 就類似像這樣 全省的 它會怎樣 一個一個的幫你跑出來 有沒有 總共是20個側站 那20個側站就全部跑出來了 另外的話 如果你要把它刪掉的話 那其實就之前的刪圖就可以了 之前的刪圖的話 程式最重要是什麼 就這一行 Active 目前的工作表 裡面的Chair Objects OK有沒有 就是圖表物件 把它全部delete掉 然後把它執行的話 這樣就刪掉了 OK 上面的這個判斷主要是 因為目前 假如沒有任何一個圖的話 你如果像沒有加邏輯判斷 它會出錯 現在執行應該是不會錯 可是如果說你把這兩行 你們還記得吧 這兩行如果把註解拿掉的話 你會發現它出現錯誤了 為什麼 因為你Active 目前的工作表裡面 根本沒有任何Chair Objects 那會出錯 所以理論上應該什麼 要先判斷 到底你這個表裡面 工作表裡面有沒有 Charge物件 如果有再刪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不刪 有沒有大於零 因為等於零 這個點抗的數量 零 那表示呢 它的條件不符合 就跳過了 OK 那就不會發生錯誤 那再來的話 最後 我是希望 最終的目標 還是希望 如果你把它畫在這裡 雖然其實也OK 至少24個圖 但問題 它把資料給蓋住了 而且 放在這裡感覺好像有點障礙 所以一般會希望 把它畫在另外一個 比如說你在旁邊增加一個工作表 名稱也許叫全省氣溫圖表 如果我今天希望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 它自動不要放這邊 放在另外一個 而且是這邊的B2好了 然後這邊的B2到B17 有沒有一直往下放的話 那我先畫一次給大家 按一下 OK 不對 怎麼還在這裡 重新指一下 我好像有寫一個 P4全省氣溫底線 跨工作表與物件 特別注意 有兩個重要的觀念 OK 第一個 跨工作表 所以特別是有BBA有時候 比較困難的地方 在單工作表應該OK 但是跨工作表就有點複雜 甚至將來的話 可以跨工作部 所謂工作部也是有檔 我今天我做完了 我甚至把圖放在另外工作部裡面 可不可以 可以啊 OK 你是可以把它丟過去 但問題要怎麼做 OK 另外的話 還有物件的觀念 什麼物件觀念 我們剛剛出現的 前面都有一個關鍵 這叫ACTIVE ACTIVE 主要原因是會出現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用錄製劇集的時候 是用滑鼠去點選 那點的過程當中 就會有一個ACTIVE的動作 因為你點了它 就是你了 就是ACTIVE了 但是如果將來我要寫程式的話 我不可能說我一直在那邊點來點 因為程式本身它沒有像滑鼠點的這個動作 所以你可能要考慮到一點 就是你如果不是點 那你可能用物件去把某個東西 就直接放在物件裡面就好了 OK 再去做一個控制 那怎麼做 我把這個RUN一下 應該理論是這個 對這個沒錯 那你會RUN過來 在這裡 而且你會發現 這三儲可能又不一樣 這兩個又不一樣 三要三這一個 那另外一點 你會發現這個跑起來 好像花的時間比較多 這個都按下去 它幾乎沒什麼反應就做好了 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如果在同一個工作表上面它要繪製 所以那個時候它的GPU 繪製的部分它要畫 所以它花的時間比較多 OK 那當然呢 怎麼寫 把它繪製到另外一個 所以我這邊按下它 這邊就有了 24個 那刪除的話這邊就沒有了 那當然程式第一個 我們如果要寫這個 其實道理 大概主要注意我剛剛講的 跨工作表 第二個 物件 所以 程式的寫的方法 我們乾脆直接拿什麼 拿剛剛的程式來做修改 所以這個的程式 第一個 你就把這一段程式複製貼過來 後面加一個底線 我叫跨工作表與物件 主要是因為這個要修改 就是兩個重點 一個是跨工作表 一個是物件 那怎麼改 一 我們特別注意 如果你跨了工作表之後的話 那你就不能跟它講說 Active Shoot 如果你跟它講Active Shoot的話 這邊我們這邊底下不是Active Shoot 就是目前的工作表 所以它只會畫在目前工作表 那如果你想要畫在這一個工作表 這工作表名稱的話 叫做全省氣溫圖表 所以特別注意改的方法 一 請你把Active去掉 二的話 如果你把它去掉的話 Active一定是一個而已 那如果你Shit的話 一定會很多個 所以特別注意 Shit物件的名稱 一定要Shit加S OK 然後後面加個刮弧 跟它講說哪一個 那有幾種敘述方法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算第幾個 1 2 3 4 5 你可以這邊輸入5 不過如果你用5的這個方法 有個危險 就是你將來如果又增加了 有沒有 那你位置不對 那就錯了 就放錯了 所以第二個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用名稱 什麼名稱呢 把這個名稱放到這裡來 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OK 我把它直接點兩下 複製貼過來 這樣比較不會錯 好 就是Shit 跟它講說 你將來要Active Shoot 你就記得放在這裡 不要放在Active 所以加了這個 就叫跨工作表 跨工作表 放這裡 OK 好 那這樣的話 看起來好像理論上 應該第一步就OK了 可是你會發現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David的話一定會錯 ActiveTrial 因為你剛剛Active Shoot 就是指的目前工作表 所產生的那個圖表 那當然就叫做ActiveTrial 就是你在這邊的這個地方 所以理論上ActiveActive 會有延續的動作 但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執行它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會出錯 錯在哪裡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好 這個會Add 但是問題來了 它會Add在這邊 這邊 看一下 有沒有Add 有啦 Add了一個空白的 那再來的話 就要設定什麼了 設定它的那個什麼 Active的這個 所以你會用ActiveTrial 可是問題ActiveTrial 目前有嗎 工作表沒有耶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按這一行的話 它會出現 找不到耶 你這個 這個裡面 沒有任何的ActiveTrial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游標是放在 我們的 這個工作表裡 有沒有 除非說啦 除非我把它切過來看看 切過來這邊看 這邊也不行 所以如果你會發現 假如說你Active 這樣又可以了 所以除非把它切過來 但問題我們現在沒有切 這氣溫這也抓不到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今天用這個方法 當然不OK 那怎麼辦 所以下一個部分 重點就是物件 也就是說 我如果要解決 跨工作表 畫圖的部分 我第二個可能要 把這個ActiveTrial 有沒有 前面的那個 工作表 把它先改成一個物件 然後呢 再從這邊去呼叫 那個工作表 所以第二步的話 要把工作表 改成工作表物件 那怎麼改 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比較稍微 難度又高一點點 第一個的話 請你把這個地方 點Sellate 前面加一個Set Set的意思是說 一個物件名稱叫CEO 這個名稱自己取 等於 意思是說 把AddChar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Char的物件 把它丟到哪裡 丟到這一個CEO的物件名稱裡面 後來特別是要點Sellate把它拿掉 不要點Sellate 因為點Sellate是滑鼠點 我們不是滑鼠點 我們是直接把它放在記憶體裡面 也就是產生的這個圖表 會產生一個圖表的一個物件 我就把它放在裡面 OK 所以用Set開頭 那之後的話 我要怎麼去糊腳 特別注意 OK 我們就直接再把 ActiveChar 前面加一個CO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 在記憶體裡面 有一個圖 圖裡面有一個圖表 有沒有 所以 這個點CO的話 基本上 就是把 我們畫出來的那個Sharp 就是有沒有 你有沒有 把這個圖 先放在這裡 OK 然後將來要呼叫的話 就是那個圖 在這裡 有沒有 OK 用這個方式來去 就在記憶體 而不是用點選的 所以我剛剛第一步 SetCO等於 後面點Sellate這個把它刪掉 這個 第二的話 就是 把這個Active改成CO點 OK 這樣就寫完了 大概只有改兩個重點 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透過這個方式的話 就可以避免掉 如果你跨工作表 你那個東西沒辦法點選 或者沒辦法用Active 這個敘述方式來指定它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城市都不會這樣改的話 你就沒辦法work 所以很多書裡面 我看蠻多教人家錄製物件的 但是都沒有改這個地方 所以變成沒辦法跨工作表 只能錄 錄了之後就可以跑 但問題沒辦法跑更複雜的應用了 有的時候主要是不了解使用物件的一些觀念 OK 所以有兩個重點 跨工作表與物件 OK 把它弄一下 這樣應該改完了 其他都不用改 再來的話就是跑跑看 OK 跑跑看成功 其他都沒有改 這個先把產生的圖表物件先放在這裡 然後再透過圖表物件去呼叫 它物件裡面的圖表 去變更它裡面的來源 然後把它的圖變更了 OK過了 然後我們切過來看一下 有了 有沒有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一樣 下一個 那一樣再畫一個 所以它理論上這個產生之後的話 應該會畫一個空白的 這個就是COO 有沒有 那如果我要控制它的話 我可以透過物件去控制它 所以在這個圖表裡面 這個CO CO其實理論應該指的就是這個SHARP SHARP物件 那個SHARP物件裡面會放一個圖表 然後再去變更它 OK 所以底下的話再去跑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全部跑完看看 OK了 切過來看一下 有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改動的幅度並不大 但是很重要喔 而且這個方法不是只有這邊可以用 其他像樞紐分析表也是一樣可以這樣用 而且很多樞紐分析表比這個好像更複雜 因為很多同學也是錄製樞紐分析表劇集之後 不會改 有樞紐分析表太多地方要改了 如果不會改的話 那當然你就不知道怎麼用 OK 其實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把它分明 把它試著完成24個圖了就做完了 那如果刪除圖的話 可能就不能刪自己本身了 所以呢 剛剛那個刪圖的部分 我們剛剛刪圖是Active了 那你可能就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另外一種寫法了 什麼也是跨工作表 刪的話呢 本來我們刪除的是 叫什麼 這個地方是用Active吧 ActiveShoot 那這個地方請各位注意喔 因為我圖現在不是在現在的工作表 而是在另外工作表 所以我如果要刪除它的話 那一樣喔 把ActiveShoot改成什麼呢 改成那個Shoot的名稱 指的是這個有沒有 前面加Shoot物件 這樣的話呢 它才有辦法去把這裡面刪掉 你不能說用剛剛那個 有沒有 剛剛我們寫的是Shoot 用那個ActiveShoot 原來是寫這樣 有沒有 刪圖啦 我把它搬到這邊啦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 刪圖 原來寫法是這樣 ActiveShoot 有沒有 那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Shoot 所以也是一樣啦 就是把那個工作表名稱加上去 OK 那這樣它就知道說 你要刪的那個圖表 是在哪一個工作表裡面的圖表 那不是說在目前的工作表 OK 這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像你們寄信一樣 如果你在新北市 你前面開頭就不用啦 你就是喔 我在勞工大 我在勞工活動中心 OK 那 因為目前你知道 因為你在新北市嘛 那當然一定指的是 新北市的 可是如果你現在在外縣市的話 對不對 那 全省期可能都有勞工活動中心 那誰知道你在哪一個 勞工活動中心 所以前面的話 就要跟他講說 哪一個 OK 這是照哪一個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後面的部分 好嗎